我们家艾米怀孕54天了 今天近距离的给大家看看艾米的肚子 我咋感觉没啥肚子呢 反正就是看着也怀孕了 不会再给我整个龙共胎吧 进进来看一看 这是2023年最后一个压轴生产的 走 给大家亮亮相 这是显肚子吗 显肚子吗 咱不去里边狼 出来 昨天晚上直播间在大家说 有得有八只 八只够呛 那谁有拉那了 八只我觉得够呛 早晨这个地方也吃完饭 有两个多小时了 你看这肚子 八只肯定是没有的 我觉得要有个 五六只啊 有可能最高了 最高纪录了 我觉得他这个味 行啊 就五六只我就很知足 为啥呢 咱也希望就是他带的少一些 我跟季阳这边呢 也稍微轻松一些 为啥呢 现在幼犬也多啊 现在犬舍的幼犬多 就是就怕顾不上照顾他 哎呀 他带的少了 他自己带着完全没有压力 咱们就不用管啊 然后把小家伙呢 养得肥肥的胖胖的 这都是咱的初心 你看你每天就让他 出来 中午这个时间段 天气暖和 出来呗 是吧 活动活动 也快生了 没有让Amy就是 就是大量大量的活动 咱就期待他就是生产的时候 顺利吧 从现在开始 还有一个礼拜 用不了一个礼拜 就六天吧 就开始生产到即时了 走路也歪歪扭扭的 像个孕妇的样 是不是 Amy 这白天走路也咋这样 老感觉他走路不对劲 家伙们你看 昨天晚上就是那 那个腿好像就是有刺似的 过来 我看你脚丫子 过来过来 来来 过来 过来 不会见 肺炎让我好 你看他后腿家伙们 觉得走路有问题不 咱不回去 就好像就是怕打滑似的 过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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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就是脚底啊 老怕就是钉脚似的 就那种 你还往雪里走 你还往雪里走 出来吧 看我们的天然学场 天然学场 我感觉他就是怕粮似的 今天晚上呢 就让艾米适应产房 适应那边新产房 因为那边的产房嘛 还没有适应过 咱大家猜吧 猜猜艾米这一窝 到底能生几个 别往高了猜啊 往高了猜肯定生不了那么多 别猜十个呀 八个呀 我觉得没有 反正我的感觉啊 这是我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的啥感觉 艾米 艾米 倒计时了 真正的倒计时了 月底 大家再猜一猜 他能不能 如果是超过一两天的话 有可能在元旦生 跨年 又要生一窝跨年的宝宝 期待吧 让他在这里 外边玩 愿意上哪上哪 就不管他了 反正看他的肚子 反正真的觉得不多 这就是快生产的 一条母犬的现状